只够买郊区的一个普通的公寓 所以这一百万夫妻两个人打工 比如说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 你不吃不喝要多少年才能买到房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压力比较大 现在年轻人压力比较大 房价比较贵 买房子买不起 一般都是父母帮忙 父母家里条件好的 给你买给你一套房子 父母家庭条件不好的 帮你付一个首付 你自己去供房 所以像第一 他们国家住房是不花钱的 第二他们就是上学不花钱 而我们这边小孩子供到大学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的 这个补习那个补习 又学跳舞又学音乐 又学这个又学那个 各个补习班 从上了小学一直到尤其中学高中 天天都要补课 一节课按小时算 一小时多少钱 一百块还是两百块 一小时两百块 所以像大陆 现在从小孩子出生 一直供到大学呢 最少也要花个一百几十万 也花个一百几十万 所以像人家朝鲜 上学不花钱 第三个呢 就是看病 像我们大陆这边的看病啊 医院呢 是钱最好赚的 开医院呢 就是你花了钱 还要看着他的脸色 还要排队 还要好好的 走后门 要走关系啊 所以这边呢 看病是看不起的 看病 有很多用药 比如说正常啊 有保险可以报吧 对吧 比如说保险公司 报70% 80%还90%的 但是很多用药的时候 医生让你签字 对不起 这个是进口药 报销不了 要不要用 所以 看病 看不起 台湾有没有用这种 进口药让你签字 没有啊 你们全部报销 台湾有健保啊 对啊自费对吧 有健保自卫嘛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 我们国家产的药 在 就是医疗 医疗方面有保险呢 可以报销的 但是他有的药啊 是进口药 国外进口药 让你签字 这个药是 走不了保险的 啊 要自费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像看病 看不起啊 那朝鲜国家呢 这个 可以说你到他们国家 整个他们的山 啊 整个他们的地 啊 都是 没有用化肥 全部是用 这个 人工施肥啊 啊 人工施肥 所以整个国家呢 这个粮食啊 产量特别的低 啊 在朝鲜呢 这个国家 占地面积多大呢 12万 啊 12万多平方公里 还没有我们辽宽 还没有我们辽宽省大 啊 但是人家地啊 比你们台湾大 是不是 人口跟你们一样多 2300万 2300万 对 朝鲜国家 啊 12万平方公里 啊 2300万人口 啊 所以整个在中朝边境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他有 他边境啊 没有像以前树木那么多 现在很多树木呢 都被砍光了 啊 很多砍光了 主要呢 是便于他的这个边防哨所 他的暗保啊 就是 防止啊 偷渡到中国来 早期呢 偷渡来的人特别多 啊 早期尤其是80年代 90年代的时候 吃不饱饭的 那时候说 一代大米 就朝鲜国家 可以换一个媳妇的 对 一代大米换一个媳妇 啊 对 朝鲜呢 人家说 南韩出帅哥 北韩出美女 啊 朝鲜国家女孩子很漂亮 啊 美女比较多啊 像早期呢 80年代 90年代的时候 很多 朝鲜国家人 当时 这个法律不是很严格的时候 他们偷渡到中国来 啊 据说当时呢 据说现在在东北 大概有偷渡过来 30万人左右 啊 在东北生活的啊 啊 偷渡过来之后呢 当时早期的时候 只要被边防军抓到 啊 会被朝鲜人发现 直接枪毙 朝鲜别防军 被我们中国政府 遣送回去 就直接枪毙 啊 他们是叛国罪 啊 叛国罪 在朝鲜国家吧 比如说这一个村 啊 这一个村 生活了这个 呃 百八十户的人家 这一个人呢 三天不见人 活要见人 死要见世 互相 没见人 啊 这一个村